开车开了差不多20年了 的士就10年左右 娴熟的动作 老练的车技 对于香港低哥林桂明来说 这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他要加入一个爱心抗疫车队 为疫情之下的香港医护人员 提供义务接送服务 这天上午 林桂明早早将车子擦拭干净 等待接送第一批医护人员 因为疫情都两年多了 今年越来越严重 其实之前我们都知道 有些师傅都不是那么愿意去接载一些 比如说医护人员 或者见到他要去医院的乘客 他都未必喜欢住 但是我们就不是那么想见到这些东西 尽量我们做都尽量做 现在有这个活动 我们就可以为医护人员服务都OK的 没问题的 香港第五波疫情来势汹汹 对香港市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冲击 乘客变少 收入骤降 在滴哥林桂明看来 不断严峻的疫情不仅带来生活中的负担 更多是心理上的压力 尤其是譬如自己有小小不舒服就很怕 不停是这样想这个问题 因为家里有小朋友 生活改变了 客人少很多 平时收入一定是少了 压力所有东西都增加了 虽然充满忧心与忐忑 但林桂明仍坚持每天出车 谈及参与爱心车队的初衷 林桂明说 一次搭载医务人员的经历 让自己深受触动 于是他决定走出来 与一线抗疫人员一同并肩作战 之前我都有接载过医务人员 时间又要轮班 不眠不休 又要在病菌旁边作战 真的感受到他们很辛苦 所以我们要跟他们一起并肩作战 坦白说我有亲人 有亲人在医院里面做的 我们都很感受到 所以变成我都很支持 因为没有医务人员的话 我想香港可能后果更严重 医务人员都不怕 我们更加不怕 医务人员在前线 一直在服务我们 我们要跟他们并肩作战 做得多少得多少 随着连日来中央远港医疗团队 和物资的陆续抵达 林桂明坦言 这些支援措施让香港民众更有信心和底气 作为一名香港年轻人 他也希望用自己的方式为抗疫贡献一份力量 我觉得中央的设施和设备 和人员都很有经验 我们真的都很赞成中央帮我们 中央在支持我们更加有信心 周围拜领后 现在都叫年轻力壮 都很想为香港做一些东西 其实有很多老人家 他有时想做都未必有能力去做到 年轻人最重要是做多一些东西 希望疫情快点过去 谢谢大家